前不久那個 維格國小的變更保護區的案子 那有一個居民 他在現場他就說 他跟他們的里長講 那個變更的一些事情不好啊 會影響環境會怎麼樣 他的里長就回他說 如果有事情的話 死的是某一個里的人 不是我們這個里的人 那那個 我什麼里 我都把他引掉了 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他講了這句話 那有一家媒體他把它寫出來 把講話的人 那個居民的名字寫得很清楚 然後把這個話的內容也括得出來 因為他真的是這樣講 沒錯 那可是 就是說事後 當那個居民他上網看到了這個報道的時候 非常的害怕 那我就覺得 我現在有一個疑問就是說 到底應該要做到怎麼樣 因為媒體他本身並沒有錯 就是說他是在公開的 都市審查委員會的會議上面公開講 對嘛 蔡克 不是 文字 就是他的名字也出來了 然後他畫的內容也寫得 就很直接這樣子 就是直接 copy 那些文字這樣 那我就不曉得說 在你剛剛談到的這個 保護消息來源的這個部分 那像這個 這個媒體在照理說應該要怎麼樣 做會比較好 我對這個地方有遺憾跟證明 比較無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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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覺得有那個部分 其實你說他主流門 他如果就這樣寫出去 其實他也沒錯 我知道 但是對 但是就有公平記者 我覺得好的一點 或者我們之前議員談 自己也有講說 我們會比較自詩說 先當人 再當記者 就是說 同理心很重要 如果我真的覺得我寫出來的這個東西 其實會造成這個民眾他的一些危險 或者他可能會被威脅 那我就不會去寫他的名字 可是有另外一個事情是 實際上有時候有一些民眾 他嘗試要去告訴你一些 他聽到的消息的時候 巨名其實也是一個負責任的方法 你可能要先問對方說 那你願意巨名嗎 或是說 他如果不願意巨名 好那你可能也要確認 他講的東西是不是真的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說 我不巨名 其實我就不用負責任 這某種程度也是媒體 其實有時候會要求別人 巨名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你還是要對你的言論負責任 所以如果他今天是想要公開出來 指責某人 然後他也要願意 因為他的行為負責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去寫這個名字 那如果是說 他不太敢講 那你就把他當一個消息來源 然後你自己去查證 用你自己的記者名義講 這也是一個方法 就他跟你說 某某某的里長收會了 好 那你即使不能用他 那你就自己再去查證這件事情 或是你要再進一步去打聽 所以這有點是說 新聞本來有時候就是難在這裡 因為你又要告訴別人說 你講的東西是真的有憑有據的 可是你又必須要維護消息來源 他的一些 他可能會受到的威脅 那我覺得公民記者在這一塊上 其實有更多的彈性是 你可以嘗試的去多一點 保護你的消息來源 但是當別人要告你毀謀的時候 他也必須要站出來出庭作證 他真的有人這樣告訴你 因為你自己也要自保嘛 所以其實某種程度 你也要去跟他確認說 那個到時候如果真的有人 告我毀謀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出來 或是說 對 就是這個部分可能還是要注意 對 自保 你還是得自保 如果我會覺得像剛剛那個狀況的話 其實就是看那整個場合裡面 他說這句話到底重不重要 如果他只是一個情緒性的發言的話 那其實這句話可能就不是這個場合裡面 如果我是一個記者的話 我可能就不會去寫的東西 但他如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 或是什麼東西 需要查證 需要這個人民去秀出來的話 那我們就會再去做更多採訪 或是你去約訪他 再去多問一些這些事情 不一定要用他原來那個原告 就是我自己的處理方式 可能會是這樣 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那個事情後來 透過我跟那個媒體 提了對那個居民的恐慌以後 他把它拿掉 是有拿掉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今天來學習 所以我就提出這個問題來 就大家可以交換一件的 好 謝謝 謝謝 好 有其他的意見問題嗎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就是那個 周玉寇講那個連聖文 那個事情 就是說他有去什麼 那個兔女男那個事情 那這個情況下 他是一定得 把那個 宋律師 交代出來嗎 他不能說 我要保護我的消息來源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我沒有follow到 不過你講的是說 他在什麼情況 說出來 是說對公眾還是 因為通常會有那個 如果今天 連聖文要起訴 他會進入司法程序 說他們可能在法庭上 對 後來他們是 有一個這樣的毀謀 或是他是真的有 實際的那個 消息來源 這樣子 不過實際的狀況上 也有可能 在司法的程序裡面 這個人會被公開出來 就我們 我們的那個 法官 或什麼的 其實對 有時候他寫起訴書 或什麼 或是說他自己就 透露給某個記者 這還是有一定的風險 對 但是消息來源 如果是對方 真的起訴的話 通常是 會說的 對 不過這裡是有點 爭議 嗯 對 因為那個看法律 在美國其實 他可以說 我保護我的消息 對 我都不透露 對 有些我看到 有這樣的說法 所以我對這個 好像搞不太清楚 到底 我們對這個 消息來源 到底該怎麼樣處理 這樣 因為好像有不同的說法 這樣 這個 這個 問題應該是 如果 如果不是進入司法階段 如果我們是以個人的身份 去問別人這個問題 或是別人問我們這個問題 的話就是 我們如果是被問的那個 我們當然可以自己決定 要不要講 那相對的 相對過來 如果是我們去問別人的問題 那 對方就是不講的話 我們也會問怎麼樣 因為我們不是 我們是不是司法機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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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是他們的 之間的訴訟的問題 所以 所以 你認為這一個問題是 我們之後在課程內容中 應該要跟大家提到的嗎 因為如果有需要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再回去 多做一點功課 因为其实新闻法律这个部分我们之前都有上过 可是现在你忘记了 所以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一定就是还是可以再多补充这个部分 就是大家认为这个东西是 就是需要再加进来的吗 对对对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OK 谢谢 谢谢 那个我想要请问一下 因为刚刚雨集的